明天就是元宵节了 大刘祝大家团团圆圆 何家幸福 北方的元宵节是滚元宵 南方是煲汤圆 今天为大家分享的是彩色汤圆的做法 下面我们开始制作 首先准备馅料 小火将黑芝麻炒熟 再用料理机打碎 然后加两勺白糖 增加甜度 化害的猪油适量 搅拌均匀后 装到一个食品袋里 用手压平 然后放冰箱冷冻一会儿 火轮裹一个去掉头尾 再划几刀 撕掉外皮 再切成小块 然后炸成汁 糯米粉300克 加两勺白糖 再将火轮果汁倒进去 边倒边搅拌 直到能揉成面团 因为我们用的是生糯米粉 揉好了面团是没有筋性的 我们先取三分之一的面团 搓圆后压扁 放锅里煮透 再跟生面团一起揉 现在可以发现揉好的面团 已经有筋性了 冷冻好的馅料取出来 用刀切成大小均匀的四方块 再用手搓匀 这样我们的芝麻馅就做好了 再取三分之一的面团 向两边搓成长条状 然后切成四厘米左右的段 取一段用大拇指压进去 再捏成杯状 将芝麻馅放进去 收口 搓圆 按照这样的方法 将剩下的汤圆做好 最后一步 直接煮汤圆就可以了 煮至汤圆上幅飘起 煮透后就可装碗食用 按照这个方法做了汤圆 皮薄现大 颜色漂亮 尤其是孩子们特别爱吃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更多美食可点击头像 关注水手做美食 谢谢大家 明天见 美食就在你身边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